Halloa 大家好!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 今天是4月17號來玩我們的天地節 那我的主線推到17屏幕啦 所以現在的背景音樂比較哀傷一點點 那上一期已經抽到了丹陰嘛 那我這一期就要來解說一下丹陰的一些技能 還有文類加點 然後我還會實戰玩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我的丹陰目前戰力1000多 石頭先隨便用一下 然後急升加7加8 好母內的話祖宗福尚 待會兒來看 先看天賦 天賦的話活血創命 他有一個在兩個內可以發起的那個協助攻擊 就是幫隊友加這個 極翼 極翼2 極翼的話是傷害20% 那持續兩回合 每回合限定一次 然後他行動會叫一個小殭屍 那小殭屍叫做守衛靈勇啦 我就叫小殭屍好了好不好 守衛靈勇比較老舌一點 那每次我也會召喚一次自動召喚 那存活的話就不會再召喚了 繼承他的血氣100% 小殭屍有一個技能就是護衛功能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 好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天賦還不錯啦 可以 保命嘛 保護他然後又可以加隊友的一些攻擊力 那他的定位就是有點輔助 雖然是走私但是是純輔助 我覺得純輔助了吧 沒什麼傷害 好激怒 大家看一下 法攻法防提高 那 幻冥之陣 一個範圍傷害 那扣法防 吞噬 有點回血 回血的功能 回血 可以回血啦 血肉強化 很關鍵因為這招是他 我覺得最好用的啦 譬如說你的兵力已經很猛了 然後幫兵你上這個血肉強化 三回合喔 物攻法攻20% 物防20% 那這個活血是小殭屍才有的 守衛靈勇 那保命技在這邊 所以說你40等的話 順利的話可以點出這招 就用化力 只要有那個小殭屍在的話 或是 反正就小殭屍還在的話就可以冥死一次 小殭屍會幫他擋刀嘛 然後他自己 就不見了 就死掉了 然後他還會回 呃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感覺不太好用 交出來之後就死掉了 這邊我就 不確定 因為武術未接才能開啟嘛 我還沒武術未接 所以不知道 那我目前 的代法是 這樣 這是範圍功能 範圍傷害嘛 因為範圍傷害的話 我們不會被打 大英就不會受傷 然後這是血肉強化 就是放我的兵力 某些關卡如果過不了的話就放這一招就會過 因為很猛 兵力就 更猛 那被動的話就放一個免死 免死一次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那我今天就靠著丹陰 兵力 把我之前卡關的五姿勢給通關了 給大家看一下 原本卡在五姿勢啦 五姿勢比較麻煩是有四個尊責嘛 他會把你結界關起來 以為是誓言之陣 好像他在看火影忍者一樣 然後把他們壓到70%之後那個陣就被破掉 就會二階段 二階段你的角色行動會跟上一回合一樣 所以你要 控制一下你的行動 然後比較麻煩這關有點難 我就卡關了因為我的兵力 比較強 可是其他的一些輔助奶媽會被秒殺 所以就要躲遠遠的 那我們待會就用位置兩個小蜘蛛去擋刀嘛 然後還有小殭屍去擋刀 這樣就可以擋兩刀 然後鐵位的話也可以擋兩刀 那奶媽的話擋一刀就沒了 擋不住 那你這個過關之後這邊就很輕鬆啊 就一路一路壓過去嘛 那之後就可以打困難 困難很重要因為這邊會掉這個 喔五階的 這邊四階嘛 五階的 這邊也是五階的吧 對啊 神 魔 五階 然後五之二也是五階 烈 遜 因為有了五階之後你才可以去點你的五內嘛 五內的中路才可以點出那個屬性 屬性加5% 這樣你的戰力就會再拉上去 你看我兵力現在還差一點點啦 看一下喔 我還差一點點 五之二嘛 我今天我剛剛過的就馬上來掃檔 這個全屬性可以加5%我一開始也是 沒辦法我就點上路 因為兵力你遲早要點滿啦 就沒有分什麼上中下路遲早要點滿 反而是下路這個定穩很少用啊 其實剛剛那個 今天這個關卡也可以用 因為你有時候比較危險 死掉的話還可以復活一下 免死一次 那上路跟中路的差別就是下路是加 物防跟法防 收益比較低 我覺得啦 因為我們角色一定是物攻跟法攻嘛 分開了 上路的收益比較大 原因是因為他是暴擊跟血氣 氣血 這個遊戲氣血很重要 你血不夠的話就會被秒殺 尤其是你那些輔助角 所以我這邊我可以點啊 4階的 需要4階 就一路點過來嘛 點這一招什麼 冰華飛翅 喔 往前衝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氣力技吧 就是大範圍 Boom 那個以前那個 晃海迷城的話有玩 有玩這一招 好 所以說 單陰的話就是輔助嘛 對我來說啦 我現在缺的是咒絲 輸出的 我沒有咒絲 然後 純輸出的 風寒暈我就沒有嘛 然後那個 夏侯儀我也沒有 所以我就 我的隊伍就很沒力 只靠冰璃一個在打吧 好 大概是這樣 一切都有水源 抽到什麼就玩什麼 那我們來玩一下吧 十字器 我剛剛說卡關的那關我來演示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卡在這一關過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卡在這一關過喔 就是有點難 好那我就來玩吧 好劇情跳過 好那我這邊就用魚錫啦 因為魚錫可以補兩體 這裡的話你不要在這個 黃色框框範圍內 因為它有點像洛雷 這個小殭屍這個只能擋物理 物理攻擊 所以說在這個 在這裡沒什麼用 因為這些都是法工嘛 那這四隻的話我們待會要先殺一個光屬性 光屬性會幫大家補血 這隻先殺待會 那他分兩個階段嘛 現在先破他們的血到70%一下 如果怕你的兵力死掉就 帶那個 免死一次的 或許會有奇效 好余錫優點就是可以補兩體嘛 好來吧 他打我嘛我們反擊他然後就進入 下一回合 好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雙方對陣嘛 那綠色這隻會劈勒 所以你不要站在一起 不要站在一起先讓他劈勢 就盡量分散一下 這隻會補血 喔這個我以後再來拿 以後等我更強的時候再來拿 這邊的話因為打不到嘛 所以我們就先分散一下 我先張開一點 我先張開一點 小殭屍可以先上去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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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補一下 反正也只能擋兩下而已 就是我們的黑龍其實擋不太住 小殭屍吸收了炮火兩下 好痛啊 受不了 小殭屍吸收了 這就是我說了 我蟹魚真的 不好用 真的不好用 這裡我們一樣先放那一招 讓他很猛很猛 小殭屍吸收了 位置兩喔 跑遠一點 丹哥蘇辣 然後我們就上小蜘蛛就對了 我們這邊一樣要退一下 我們要三星一定只能死兩隻以內嘛 所以只能再死一隻 哇勒 太小心了 結果我的兵力要死 可能應該要讓魚蜥什麼死掉了 可能應該要讓魚蜥什麼死掉了 這邊又 會死嗎 不會死就好 還沒結束 這裡都可以啦 因為我們有那個應該有那個支 應該可以再打一次吧 喔箭矢 箭矢威矢 這裡的話打這一隻好了 好我們不能讓我們的魚蜥死掉嗎 好我大概就是會死兩隻啦 因為擋不住 好 這樣打 這樣死一隻而已 就黑龍太弱了 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 你可以站位啊 你可以再走過來讓他 讓他傷害更大 但是沒關係我已經過了 好 大概是這樣 簡單說就是你的單音的那個 肉體強化 放下去之後 比較強 然後這一關我是小蜘蛛小殭屍要擋刀嘛 擋個兩下這樣 那蟹魚就很廢啊 一直打兩下 廢爆了 那因為沒辦法 我當時就已經練蟹魚了嘛 對不對 就 只能用了 就一直用下去 因為 暗屬性 他克不了別人 很尷尬 這遊戲的設定是 你要屬性互克 才比較 不會那麼痛 那 很尷尬的是 光暗戶克 那我又不能打光屬性的 因為蟹魚是暗屬性 他被打很痛 那他是肉盾又不會去打人 雖然他是比較偏攻擊的肉盾 所以我就 沒辦法 然後蟹魚的話 目前比較不ok的地方是他躺不太住嘛 就法攻 法防有點低啊 躺不太住 然後五內的話 雖然我當時是推薦走中下路 以前是走中下路嘛 我這邊有點一點 以前亂點點錯 但是現在看來就像如同我剛說 你可能要點上路 提升血氣呀這種 我可能要點這個 可是我不想要花那個 零運死了 暫時不想花 這個要點 要點這個 兩個 運點 然後點出這一招 免疫傷害30% 物理的 還是只有物理 所以像剛剛那個關卡就很痛 擋不住 剛剛都是靠冰璃嘛 冰璃的話 不能說他這一招沒有用 我這一招定魂 像剛剛的情況如果有定魂的話就 更魂 可以多死一次啊 多擋一下 還是有差的 但是我沒有用還是過 因為你就 重來嘛 返回上一步 重來或怎樣 多玩幾次就會過 但沒關係啦 冰璃是屬於全部都要點的 因為全部都要練 看排名就知道了 你看 排名3000多 那黑龍排名應該2000多吧 黑龍沒人練 練的人比較少 好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就演示一下單一嘛 這個 這招 血肉強化 很猛啊 很猛 可以讓我們的冰璃 更上一層樓 但是是單體 但他就沒什麼傷害啊 所以說 偶爾放下這一招嘛 偶爾放下這個 冥幻之陣 那你可能就要帶負面的啦 好不好你可能就要帶負面 我之前有推薦過嘛 看一下 看一下 我看一下要帶哪個好一點 怎麼沒看到 這邊這邊這邊 這裡 白眼液膜吧 白眼液膜吧 放到這個吧 不然就是妖術師啊 CT-2 拼一下 但沒差啦 他那個血肉強化三回合 還好 那就 帶個白眼液膜吧 有概率加一個有害狀態 幫忙加一下有害狀態 大概這樣吧 反正不是妖術師就是白眼液膜 這兩個 不會是這個吧 鬼面花出 我這有隨便用的 好 好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完了一下這隻彈鷹 然後把我之前卡關的地方都推進了 然後我就可以再來 練一下我的無內 慢慢提升 然後戰力就會慢慢再提升 你們看我的那個冰璃 你們看一下冰璃喔 你看喔 我的排名還掉了 好掉了 表示說我這個伺服器算是比較前面的伺服器 因為我第一天就開始玩 然後還這麼多人 超越我 所以大家都還蠻多人在玩的啦 不進則退嘛 OK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好的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跟我們下期再見囉 還是什麼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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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